大家好,今天星期四晚,如同平常一样,都在星期四晚和大家见面,中国民心,香港民心 759亚讯屋的创办人林伟俊先生,上个星期离开了我们 我没有留意阿讯屋,为什么呢?我有留意股票,也有看过 大概的,我都知道这类零售的毛利和纯利是很低的 纯利甚至是1%或2% 所以我完全没有留意这些股票 当然会知道,因为很多地方都有759亚讯屋 慢慢慢慢多的,那时候我一段时间在黎智国区 我记得差不多都... 1、1、1、2年,或者1、2、1、3年,很准确定我忘记了 在长修行广场里有阿讯屋 林伟俊先生给我想起哪个呢? 就是想起之前中华巴士的老闆颜成坤 他也是用我们的术语,叫做厂佬 就是厂佬 就是厂佬,简单说一句 什么是厂佬呢? 厂佬的意思呢? 就是说他每天都不放假 他每天都不放假 通常这些人呢 因为我以前在台湾 那段时间 那些厂佬也是 他是在厂佬睡的 那些厂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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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这些人 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概念 就是什么呢? 就是打工 没有发财 他一定要做生意才行 这些人他就有一个这样的概念 但是他做生意之外 他就很努力去做 很努力去做 简单说他 差不多十年都不放假 那我希望 就是将这个信息 带回给年青人 努力 是很重要的 每一日 辞之以行去做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林偉俊先生 都是想带这些信息出来的 我有 某一部分的信息 我看了蕭先生 才知道 那 有两个说法 有一个说法 林偉俊先生就是61岁 那这个就是59岁 总言之 都接近60岁 我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很努力的人 那 蕭先生就说 认识他 和他吃过很多次饭 喝一口水 他就是那些 我们俗称叫做 不做事 不安乐的人 他之前 就是做电线的线圈 做厂 那 那 在2000年代 我有一段时间 都是 经常来往 台湾和香港 我去过很多很多次台湾 差不多 因为我有三四年 打台湾 我们当时的厂 就是在桃园 大家知道桃园很近机场 那 他实际上 台湾 后来他有 神石 因为他很多时候都不喝水 就日做 跟我差不多年纪 他都小我少少 小我一两年 日做就夜做 他在厂园睡觉 吃饭 星期六 下午 就回到台北 自己开车 如果我没有记错 因为当时的路 没有那么好 大约是 九个字 星期一 他就回到台北 我相信 林伟俊就是这样的人 根据萧生所说 他做厂园 也是拼命 他做阿信屋也是拼命的 他就没有什么 特力助手 难听说 他就 自己一手一脚 做完 有259间分店 太子区也有几间 不够 大家都知道 他以卖平价为主 所以 那些东西 这些东西 虽然店铺小一点 但其实 我自己觉得 不容易 在香港 因为基本上 大财团 简单说 差不多比李嘉诚 弄断了 你想想 白街 屈臣市 五位康 不是 现在开始有些华润 以分店多来说 Circle K 或71 但不同路线 这样的话 你想想 他要竞争 利润多微薄 他没办法不上市 因为他不上市 他拿不到资金 他根本就开不到分店 但即使开到分店 坦白说 他是艰苦经营 很难 他是一个 斗士 他是一个 我不怕 最多做死罢就 不放假的人 好像以前 中华巴士 有一个 有一个 投资者 他说 十年 他都不放假 一个星期 翻足七日工 每天做十多个小时 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 我没见过他 但林先生 很高大 有三高 差不多六尺 大家看到照片 肥肥的 为什么 因为他都不戒口 喜欢吃 他就吃 那类 他种过两次 但可能是轻微 所以你看到 他的行动 都很治愈 这次 其实他之前 已经入了养和 消息 没有流出 这些年纪 一入 一stay 就知道有问题 上周六 就走了 最初 最多人知道 就是在最早期 被太古可乐 封杀他 不让他 卖货 现在不行 现在有公平竞争法 我不知道 回到这个报导 就是 第一间 亚信屋 在 10年7月7日 在葵中 廣场开业 接着就 转型 卖一些 日本货 韩国货 零食 杯麵 等等 其实 现在最 最多人 就是 的问题 就是 究竟 阿信屋 会不会 整档东西 逆手 卖给人呢 那 林生在世一定不会 因为 他是当命筋 你想想 他 轿线圈都可以做40年 阿信屋 他不是叛徒而废的人 但问题 就是 比如说 我接了手 我是完全 不会去经营一个 纯利得几个百分之的生意 简单说 他就是 得过辛苦 大家看到 在盈光幕 这对 小夫妇 都是因为参考 林生的概念 做一些小食店 所以 其实 我觉得 香港人 特别是年轻人 你可以不可以创业 不要緊 但最重要 你一定要找到一件事 是可以 帮你谋到生 可以养活自己 养活自己 养活自己 养活家人 有一件事 我觉得最重要 最重要 就是 你一定要对那件事有兴趣 如果你对那件事没有兴趣 是很难做得有成就 我说 有成就 不是说你做到 就是你上班 你每天行屎酒肉 去上班 你都可能拿到几万元 但你没有成就 因为你不喜欢 你不会公余时间 都放时间 在里面 我最近有听了 许冠杰和谭永伦的演唱会 你看许冠杰那些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 就是他都说他是最喜欢开演唱会 他不会回望 就是以前那些 就是电视剧 他根本就是 他本身就是喜欢音乐 他是那一个吉他 就出海去作歌的人 作歌 填詞 他根本就是喜欢这件事 就是比如投资的 我本身就是喜欢去看这些 就是关于时事的东西 经济的东西 去研究一间公司的东西 只不过顺带我可以赚到钱 如果你对那样东西是没有兴趣的话 你很难支持下去 除非你说我一年半载 我可以赚到几十亿的 那我退休 那我没法说 如果不是的 你很难支持 如果你对那样东西是没有兴趣的 你可以看到林生本身 他很早很早期 他就有一个概念 就是 我要做生意 就是我们以前那一辈 就是他给我年长 但是我十年 十年左右 他给我年长 他当时 童年的艰苦应该比我们更厉害 他就是一个概念 公自不出头 我就是要自己 创业做生意 现在的 创业加难 我自己都创过 我自己知道 都是赚钱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 是很艰苦的 很艰难 特别你想想 他一个人 连物流都要搞二百五十多间铺 聊天 每天自己做 他好像没有什么得力助手 当然有 但是 他事都亲力亲为 我想他一天做 起码是十二个钟以上 看完铺 那你怎么办 他就是有一股斗心 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是没有这股斗心 即是说 即是现在出的文化叫做 有一本书叫做 叫做 我从来都不会 不会appreciate 这些东西 因为 坦白说 你 是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 你才会 你喜欢做的 你怎么会 我经常说 我年轻人 你喜欢打机 你想想 打机 怎样才能 在打机里面 自负 可以令到你自己的财务自由 女生 我喜欢化妆 我喜欢shopping 怎样令到 这个变成自己一门的事业 我又喜欢去做的 有无限可能 但是 当你做一样 你喜欢做的东西的时候 你不会累 你不会有压力 你不会辛苦 等于我 我早上上班 一部分 我都喜欢做sales 我晚上可以看两三个小时 去看股票 或者看财经 看房地产 看两三个小时 我都不觉得辛苦 因为你喜欢 年轻人 就是你尽快找出你自己的兴趣 变转变为你的能力 不要在初陀岁月 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譬如女生 很多都是 我喜欢做facial 我去shopping 你可不可以想一下 如何才能令到自己自负呢 你喜欢做 比如说 美夫 那些私人 我看到很多 在中间 六七年 他已经炒楼 炒了几层 搞定 现在八百万一层 两层千六万 你都 难听说 你都很难 但是 他不会突然炒回来 他一定是有一些 基本的知识 熟悉果驱 看里面的条款 在适合的价钱 适合的时间 只要是低水 他都要努力去做事 大家都要发挥这件事 不要初陀岁月浪费时间 当你财务自由的时候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当你四十多岁 你有房子收租 你有股票收息 你有保险 健康 你也可以 你去哪里玩都可以 可以四十多岁 我当你四十五六岁 我当你 你至少到你六十五岁 你的身体才会差 如果你培养得好 还有二十年你玩 和子女玩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今天 不做好他 你到四十五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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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去供楼 开始去学投资 不好意思 我想你六十岁才有成就 甚至不行 大家想想 道理在哪里 真的是 你能广告 我们觉得 阿信屋被收购好不好 或者 坦白说 现在 他一 是个世 股价 一标 即他只有几毫 一标 就标了八成 然后就跌回一些 那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憧憬 他过了身,那些人会卖 其实他的网络很值钱 他的网络很值钱 很多人苦恃丹丹 哪些?白佳 惠康 有铺有剩 那些人 如果被白佳收购了 或者惠康或者屈臣屎 他们会怎样?加价 你买不买? 因为没有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就是自己 比如说 白佳买了他 竞争对手有什么竞争对手? 白佳豁住亚信屋搞定 就加价 所以为什么这么值钱? 问题就是在这里 但是我觉得在做生意的立场 我会卖 所以我不是做这些生意的材料 因为我没有了那份坚持 他有那份坚持 你记住 生意人 或者我们投资的人 是有点坚持 就是看起来好像很傻 但是那些人 是有这种特质在这里 说到这个打工没有发达 一定要说在香港 在香港 你如果没有房子 你很难发达 年轻人 听着我说 你有什么梦想都好 如果你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那你的梦想就建筑在 完全没有实质的基础上面 你走出去创业 或者你说我去实现你的理想 对着你女朋友说 对着你太太说 不过不好意思 你连安居落业 你都做不到的话 我觉得你的梦想是 就是 不是很实在 在香港 或者在大城市里面 几小都好 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物业 是一个后盾 一个后盾 今日今时 你年轻的时候 你都不肯去挨苦 背起那个责任的话 我可以相当肯定 到你年纪大的时候 你被迫要去做的话 你很辛苦 我是国内人 我自己知道 二手劈价 OK 现在看到楼价 就下错了一些 那为什么楼价会下跌呢 很简单的一件事 我不觉得贸易战会 如何影响过楼价 香港 因为这是香港里面的事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楼价太高 一个理由 因为人家说加息 我经历过很多次加息 加息是未必会令楼价跌的 最重要的就是楼价太高 其他那些是有因 比如说居屋跌了 为什么居屋会跌呢 原因是因为林郑 出了个五二折 但你不要忘记 根本就供不应求 大家看看新一轮 就是快出个抽入表你就知道了 那四千多个 分分钟有十五万个入表 上次都十五万了 分分钟有二十五万个入表 那买不到的那些是什么呢 一二三次买不到 你就要买回外面的白居宜 或者外面的微保地价居屋 是不是 根本没得比较 十五万个方 或者二十万个方 对比四千多个单位 根本就不成比例 最大的问题 就是楼价因为实在太高 高度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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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常都讲这件事 楼宇或者经济周期 都是一个循环 你存定一笔钱 在这里 等楼市下滑 十年 怎么都会跌的 跟着你才出手 譬如现在 我非常之觉得是 可以的话 入了表 看看有没有办法抽到 有一个朋友 他就说 居屋都算资产吗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 第一 居屋你是未保地价的 那一层楼不是你的 OK 那不算一个资产 又或者他认为 居屋 是不能够出租的 所以不能够带给你 淨的现金流 所以不是资产 我答你 居屋 绝对是资产 第一 你保了地价 你可以出租 可以带给你正现金流 第二 他可以帮你 省回租金 变相地是一个正现金流 第三 他保值 第四 即使你未保地价 你转手可以卖出去 有机会赚钱 那为什么居屋不是资产呢 是不是 大家要这么看 不是一定带给你正现金流 才叫资产的 你住了省回钱 那个都是机会成本 是不是 所以 大家存定钱 好了 现在五二截居屋 你抽到一间居屋 可以改变你一生 我见过太多例子了 可以改变你一生 抽到一间居屋 如果你现在两夫妇三十岁 简单说句 你可以fit到requirement 你拿住 因为居屋很简单 他五二截还是百分之十就上会了 如果白表的话 那你想一下 我当你三百万 百分之十三十万你都上到 就慢慢供 那你就不用交租了 是不是 那你就有二十年时间 你如果现在三十岁 你都是五十岁到供员 是不是 那你每个月多的钱 就有正的现金流去做其他东西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平时 喝喝吃吃 供楼都是跟我距离很遥远的 三十万四十万都没有 sorry 那你就没有这个机会 是不是 不知道的 现在 楼市 我觉得有 机会会下调 因为为什么 实在太高了 高度全世界都知道 到香港楼价最高 大家看这个CCL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你可以看到 其实楼价 是没什么下跌的 它下跌只不过是说 比如港岛区的 它是有少少下跌的 OK 比如新界区的 它是有少少下跌 但是下跌的幅度 不大 as a whole 整个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它都仍是上升的 你看数字没得骗你 但是我们不排除有一个 比较次仰的调整 比如5-10% 你准备到的 你准备好的 你就有机 当然 有很多朋友都说 现在600万的楼 跌10% 都是540万我都卖不起 明白 明白的 但是一样东西 你准备好 机会来的时候 可能你问朋友借多10-20万 你就买到了 但是很多月光族的 现在叫月光族 既然买不到 就花光了 去4次旅行 没有为自己预先着想的 我可以告诉你 到了你40多岁的时候 你如果在香港仍然没有物业的话 你一定后悔 你不后悔 你来找我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当然非常怀念 林伟俊先生 我也在这里 冲心向他致敬 因为我不认识他 但是我很尊敬这类 这么勤奋的人 大家都要得到他的理念 就是说 打工 没有发达的 找到你 将你喜欢的东西 转化为可以帮你找到钱的东西 尽快开始 大家幻想一下 如果你40多岁 你就有自己的物业 全部供了 还有些股票 收下利息 绝对是做得到 因为我也做得到 你都做得到 你可以去哪里旅行都可以 不用看老板面试 我喜欢上班又可以 我喜欢做又可以 我喜欢不做又可以 自由多少 是不是 你今天 使得很自由 很过瘾 不过不好意思 你40岁才开始要供楼呢 那你去到55岁 你都还要看老板面试 但是 我有很多朋友 52岁而已 就被人炒了 你想看面试都没有 那时候你先来休茶休米 那时候你先要去 和你家人 你老婆或者你子女交代 那你觉得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 有本钱去捱 好过年老的时候呢 是不是 那当然啦 如果你含着金锁是出世 你很有钱 或者你很有运的 那你就不用听我说 以上的那段话了 但是一样东西 身体健康 很重要 做事 如果你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 你是没有压力的 你只是做你自己不想做的事 不愿意做的事才有压力 好吗 那说到26分钟了 那一会儿我录香港财境R 那欢迎大家留言 好吗 那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周末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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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